今天 丰田在国内推出了SUV 《皇冠路放》 虽然它不过就是一台换标版的哈兰达 但仍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另外 挂皇冠标的威尔法也已经上路 这让丰田看到了皇冠这个品牌复兴的希望 所以近期日本著名的汽车媒体报道丰田 或将推出一款名为皇冠的全新SUV 它和皇冠路放不同的是它并不是某款SUV的换标 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 虽然目前还没有该车太多的信息 但日媒仍然给出了该车的渲染图 皇冠SUV在造型方面和轿车是比较类似的 X型的进气格栅尺寸很大 矩阵式的LED大灯也很有科技感 该车的尺寸不小 至少是和路放一个级别的甚至更大一些 其造型走的是偏硬派的风格 该车也会采用7座的布局 动力则会使用3.5V6自吸发动机 以及2.5的混动系统 并且会从后驱改为前驱 变速箱则配的是8AT和ECVT两种 据悉皇冠SUV最早或将于今年底前亮相 该车未来是否会在国内销售或者国产 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其定位肯定要高于皇冠路放 我们也会对这台皇冠全新的SUV持续关注